北京时间2月12日凌晨 法甲联赛第25轮比赛展开争夺 在本轮巴黎圣日尔曼队 在主场迎来了雷恩队的挑战 凭借着比赛最后时刻 姆巴佩的绝杀进球 大巴黎以1比0的比分显胜对手 迎来了法甲联赛4连胜 在本场比赛 大巴黎取胜的头号功臣当属姆巴佩 他在最后时刻冷静施射帮助球队打破僵局 为姆巴佩送上助攻的是梅西 他的精准传球撕开了对手的防线 本场比赛尽管未能取得进球 但是梅西却用进球帮助了球队 在本场比赛送出一次助攻之后 梅西在过去10场大巴黎的比赛当中 场均可以制造一粒进球 尽管跟他的巅峰事情仍相去甚远 但是梅西已经摆脱了加盟巴黎之初的低迷 场上表现渐入佳境 本赛季梅西在大巴黎各项赛事 总共出战了20场比赛 其中有18场比赛首发登场 在这20场比赛当中 梅西总共打入了7粒进球 并助攻7次 其中在过去10场比赛当中 梅西打入了3粒进球 送出了7次助攻 数据要明显优于他的前10场比赛 在本场比赛送出一次助攻之后 梅西逼近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右翼里程碑时刻 这是梅西在五大联赛送出的第199次助攻 距离200次助攻里程碑 只有一步之遥 这199次助攻当中 有192次是在西甲送出的 7次是在罚甲赛场送出的 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当中 梅西就将会迎来前五古人的五大联赛 200次助攻里程碑